2条急冻的巴沙鱼柳开冰前总共300g 现在开冰了,我第一样抹干水分 然后用调味腌一下 我会用4分1茶匙的盐 4分1茶匙白胡椒粉 4分1茶匙蒜粉 4分1茶匙姜粉 还有半茶匙糖 接着1茶匙柠檬汁 1茶匙味淋料酒 接着用手把调味搅拌均匀 腌15分钟 另一方面我可以准备酱汁 用2汤匙味淋 1汤匙鱼露 1汤匙蚝油 1汤匙葡萄醋 2茶匙糖 然后搅拌均匀 待会用 鱼叶好了 首先中间切开 鱼叶 然后切一串 鱼叶 帮鱼叶薄薄一层的生粉 千万不要太厚 薄薄的就可以了 接着我大火热锅 用多一点油 用够4汤匙的油 放入热锅 在等油热的时候 我讲讲其他材料 我这里有40克青葱丝 1番茄切开 小小块 总共有150克 1番茄切片 这总共140克 油热 首先煎一煎洋葱 大火煎一分钟 煎了1分钟 大火煎了1分钟 把洋葱 油留在锅里面 把鱼块放进去 大火煎2分钟 煎够2分钟 煎熟 centered patterns 他已经炒尽它做多好 红瓜更多 然后煎1分钟 适用的鲅 热火了 顏色亮丽 看到也想吃